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年卖出农产品上千万元 特别策划江西新青年 今天带您认识第26届江西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刘瑶 全国游泳冠军赛上演焦点大战 江西小将陈玉杰 力压张宇菲等国内顶尖选手 夺得女子100米自由泳决赛冠军 系列报道聚焦旺管服改革 曝光帕曼甲雍伞 今天关注九江贡京城市 金融活水加优化服务 助力企业加速跑 无一假期后机票价格大幅跳水 长线旅游的订单预定火爆 厕风出游是否正当其实 稍后记者带来观察与思考 六年前在南昌克莱地买钻戒 原先说好的升值回购 现在却无法办理 是电源误导消费者 还是另有原因 都市消费调查 记者追问真相 晚上好 北京时间的18点01分 这里是准时为您直播的 都市现场 我是郭凯 欢迎您的收看 今天是2023年的5月4号 星期四 那么今天我们先来看一看 五一假期结束 大家都开始上班了 但是我们的暴雨和强对流天气 也将在今晚拉开序幕 今天上午的10点 江西省气象局已经启动了 重大气象灾害暴雨伺机响应 根据江西省气象台预测 4号晚至6号 江西有一次较明显的降水天气过程 部分地区有暴雨 局部地区有大暴雨 降水的主要时段 出现在5号晚上到6号 然后这次降水的话 主要是我们干北干中吧 那个降水量可能达到50到110毫米 局部可以达到150毫米以上 而我们的干南地区的话 可能到30到50 然后局部地区可能会达到70毫米以上 雷电来时 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强雷电 局部地区伴有雷暴大风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全省大概降温4到6度 最低气温大概在15度左右 气象专家提醒 本次过程降雨强和累计雨量较大 发生山洪地质灾害 中小河流洪水 城乡激烙的风险较高 各地需要加强对山塘水库 中小河流 山洪地质灾害一发区 及城乡低洼处等重点区域的监测和巡查 同时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 对水路交通 旅游 农业生产 户外活动等的危害 独视频道记者报道 雨天路面湿滑 在高速上行驶 车辆要防止出现轮胎打滑 车身失控的状况 最近在沪昆高速 鹰潭段于江收费站附近路段 就有一辆越野车 在行驶途中冲出了高速护栏 强大的撞击力导致车身变形 司机被困驾驶室 等待救援 消防部门到达现场后发现 越野车车头受损严重 司机双腿被卡 但意识清楚 救援人员利用破拆工具 对驾驶室变形部位进行破拆 扩大空间 十分钟后 司机得救了 目前这起事故的原因仍在调查当中 近日在甘州市上游县美水厢新建村 一三叉路口也发生了一起事故 现场为两辆小车 与一辆货车发生碰撞 只见货车横卧在地 车厢尾部压住了一辆白色小车 白色小车车顶几乎被压别 但索性司机已经自行挣脱 副驾驶位上的女子右肩部受伤出血 无法动弹 由于救援空间狭窄 在场的消防人员首先利用液压顶 从车内进行顶撑 再通过侧面进行破拆车窗 确定女子有足够的活动空间后 再将她慢慢爆出 消防提醒 大型车辆存在视野盲区 司机朋友开车遇大车时 一定要与她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 以免发生类似事故 本节目素材由新闻社工提供 前天晚上十点左右 在景德镇市人民广场附近 一处狭窄的过道 一名女孩因贪玩 从露天铁楼梯的顶部掉了下来 家长赶紧寻求消防帮忙 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看到 铁楼梯顶部破损有缺口 女孩从缺口处掉了下去 距离地面约有四米 女孩被困密闭的楼梯底部 消防救援人员穿好安全吊带 并利用安全绳制作锚点后 鞋带备用头盔和安全吊带 从楼梯缺口处下降到底部 实施救援 几分钟后女孩脱困 女孩身体并无大碍 据女孩的父亲战先生介绍 女儿是名大学生 当晚他们在街标准备打车回家 等车时因孩子餐玩 意外就发生了 本节目素材由景德镇珠山消防提供 五一假期森林里有些野生动物 也是按捺不住游玩的心情 出来闲逛了 在五月一号晚上的八点 福州市域名大道的一家商铺 闯进来一只野生的袍子 关于袍子这种动物 东北人喜欢叫它们傻袍子 从这只乱闯乱撞的袍子身上 我们还真的看出了那股傻劲 当晚消防人员赶到这家商铺后 见到了这只体重大概有 十四斤的鲁莽客人 皮毛灰褐色 身体强壮四肢短健 消防员到达时 他正在二楼四处乱窜 身上有地方还在流血 消防员到达后 几分钟的时间 就把傻袍子稳稳拿下了 看到袍子被抓 店主松了口气 因为这个家伙在店里没少折腾 下面来隆中介绍一下眼前这只 被生情活捉的傻袍子 这只叫生四小狗 外形像小鹿的野生动物 俗称袍子 学名矮鹿 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这次的被擒 其实也是救助 当晚消防联合民警 就将它交由 辅州市野生动物救助站了 五一期间 同样身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的一只果子李 在庐山风景区古岭镇的大天池附近 遭遇了铁丝网的围困 得知消息后 当地消防和庐山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赶来施救 可能小家伙知道有人在解救自己 他摇着尾巴十分配合 很快 消防人员卸下了铁丝网 检查后发现小家伙并没有明显的外伤 决定将他送往就近适合其生存的山林中 放归自然 果子李 学名花面李 为林园兽类夜行性动物 这一物种已经被列入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 脊椎动物圈 评估级别为近危 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在此消防部门提醒广大市民朋友 如与野生动物受伤被困的情况 不要擅自行动 应尽快联系当地野生动物保护机构 或拨打119救援电话 本节目素材由新闻社工提供 今天干问我为群众办实事 接到了南昌市西湖区奥利亚院小区居民的反应 小区门口有人用石头墩子和铁链圈地站为己有 居民为此是意见非常大 那么这个事到底该怎么办呢 我们也进行了现场的了解 干问我为群众办实事 那么今天我们来到的就是南昌市的辅生路209号 那么观众反映的就是小区门口的这块公共区域的话呢 是摆放了很多这样的石吨 还有呢就是在这一块区域的话呢 还被人上上了这样的铁链进入到这块区域 这个门口的铁链条是你们装的吗 在刚刚的采访过程当中呢 我们也咨询了这个旁边的开店的业主 都表示这些石吨呢 还有铁链呢 都不是他们安装的 城管采取了一个临时的治理办法 接到那个群众举报 我们就第一时间组织队员 来及时把这个石吨和那个铁链 铁链的路障把它进行一个拆除 后期我们会组织这个物业和那个社区来协商 到底来协商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既不损坏路面 又能保证居民有停车的地方 那么接下来呢 可能需要我们的城管部门组织多方进行协商 来商量一个成效管理机制 以上是都市频道记者现场报道 稍后播出全国游泳冠军赛上演焦点大战 江西小匠陈玉杰 力压张雨菲等国内顶尖选手 夺得女子100米自由泳决赛冠军 对于种植牙 很多中老年人有两点担心 第一担心种的牙不好用 用不久 第二担心种牙费用太高 本月江西广播电视台都市频道 影视旅游频道 公共农业频道 写手得亚口腔 全手提供 针对目前种植牙费用高问题 活动开展专项减免 电话报名成功 挂号费 CT检查费 方案设计费 专家汇诊费 一律取消 同时德国种植牙 种一颗送一颗 再送终身至宝 让您种的安心 种的放心 目前活动报名非常火爆 报名热线0791-8812-8777 活动指定口腔单位 南昌德亚口腔 种植牙认证德亚 什么 你还不知道 别着急 给我来 倒数三个数 三 中航信用卡支卡人 通过陆陆行APP 选择微信代扣 将微信代扣设置为第一顺位 同时关闭智能支付 二 微信的支付设置中 点击缅密支付 开通南昌地铁缅密支付 扣费方式选择中国银行信用卡 一 使用陆陆行APP扫码进出 每人每页 最高可享受20次优惠 减一块九毛九 一分钱做南昌地铁 你也可以哦 2023江西二套 新青年安居计划 千万补贴 即刻到位 创意装饰 入干十三周年庆 八大优惠现实强 每户工程款 只降四万元 新青年安居计划 让装修省钱 更省心 欢迎回来这里 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现场 我是郭凯 继续来关注正在浙江杭州举行的中国游泳冠军赛 昨天晚上在女子一百米自由泳的决赛当中 景德镇姑娘陈玉杰 以53秒26的个人最好成绩 力压国内的一众高手 收获了女子一百米自由泳的金牌 女子一百米自由泳决赛的高手如云 包括中国泳坛一姐张雨飞 奥运冠军杨俊轩 以及中国四乘一百米自由泳接力队成员 朱孟慧 吴清风 爱眼含在内 八名选手有六人具备了夺金实力 上午的预赛 陈玉杰状态一般 只是以第五名的成绩进入决赛 并分在第二涌道 其实上午预赛游完以后 陈玉杰状态并不是很好 压力也非常大 很想去证明自己 晚上决赛前 乐生的时候 我对她的思想和心理也进行了疏导 让她就是卸下包袱 做好自己 发挥出应有的宣传水平就行 决赛中 陈玉杰一入水就建立了领先优势 并且没有再给对手任何机会 把优势转化为胜利 53秒26的这个成绩 也创造了陈玉杰个人最佳成绩 这一世纪青岛游泳春季赛后 陈玉杰再次蝉联这个项目的冠军 在强受队球中拿下第一名 对她的自信心有很大的提升 也是一时很宝贵的比赛经历 因为对于短距离项目来说 她这个年龄还是偏小 还需要通过更多的比赛去历练自己 陈玉杰今年9月将满18岁 来自我省景德镇 接下来陈玉杰还将参加女子50米自由泳 4×100米混合泳接地的比赛 一起为咱们江西冉冉升起的泳潭新星 加油吧 读视频道记者报道 近日福州市东陵新区两名男子在微信群中发布了一条挑衅干扰交警执法的视频 随后呢又将其发布到了短视频的平台上 当地警方经过调查核实之后将两名男子抓获 在这段视频中 这名男子一边走一边说出了挑衅侮辱性自演 随后他将这段视频发布到了朋友圈 之后又被其好友下载下来转发到抖音平台 转发自网络平台 造成不明真相群众 对交警发表不当言认 造成交警形象受损 据介绍 当时交警路面执法时 发现一起二次酒驾的违法行为 嫌疑人见事不妙逃进了附近的村庄 最终被民警抓获 而这一幕刚好被邓谋撞见 便拍下视频 配上挑衅性侮辱性自演 我就在家门口 就在家门口 我就随便发个朋友签的 没有 就好玩 我就说什么情况我也没搞清楚 就是乡下又没见过这种交警进村 让邓某没想到的是 他的好友爱某看到这段视频后 将其转发至抖音平台 造成了不良影响 在看抖音的时候就发出去了 等发 下次不用给我那个学习一样的 不用乱发出去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在网上发布视频 信息要严格遵守法律法规 最终邓某爱某因寻衅滋事 分别被当地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 五日十日的处罚 本节目素材由新闻社工提供 近日南昌交警在一家电动车销售店里 查获了38辆甲牌电动车 那么这些甲牌究竟是从何而来 目前盖店店主已经被交警依法传唤 接受调查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将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记者 哈姐文荣 来了解一下具体情况 你好哈姐 把时间交给你 好的主持人 各位网友晚上好 我知道很多网友的话呢 一直在关注我们这场直播 其实呢 在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直播的时候呢 是在下午大概是5点20开始的 我们首先呢 去的第一站就是我们南昌市青云浦交警大队 见到了被传唤的店老板 他告诉我们呢 这些电动车呢 他是买来的统一收购来的二手车 这些号牌又是哪里来的呢 在刚刚的直播过程当中呢 店老板告诉我们 一下呢 是从废品收购站捡来的 还有就是朋友从网上买来的 还有的就说不清楚了哈 至于这些假牌套牌到底哪里来的 我相信的警方呢 会进行进步的调查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来到了我们南昌市青云浦交警 大队的停车场 那么现在通过直播镜头呢 大家看到的这些电动车呢 就是这次查处的38辆假牌套牌电动车 那么现在呢 请我们的讲警官呢 来随意调取一辆电动车的号牌 我们给到网友看看 他对应的信息 到底应该是一辆什么样的车 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辆南昌义56906的 这辆爱马红色电动车 来通过我们的警务通查询到 它应该对应的是一辆什么样的电动车 蒋警官 通过我们警务通查询啊 南昌义56906这个电动自行车 在我们系统里面显示是一个五星转报 五星转报电动车 对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五星转报的外观 和它还是有比较明显的区别的 而且我们从号牌上来看 这基本上可以确定这个号牌也是一个假号牌 它是假号牌 还并且它可能对应的就是我们蒸号牌的这个相关的信息 是的 我们一查这个电动车 它的品牌都不相吻合 是的 那么我们现在可以来看一下它这个真实的电动车的一张照片了 好的 那么现在呢 我们的交警呢 已经把这个图片调集出来了 请我们的摄像呢 给个镜头 它这个电动车的 它的这个两个车辆的 两辆车的外形是完全不同的 这个颜色都不一样 这个呢 有点绿色的 你像现在我们查处的这辆套牌电动车呢 它就是红色的爱马 其实呢 它对应的就是我们这种豆绿色的五星转报 我们的外观就不一样 我们的品牌不一样 所以的话 这种啊 你像悬挂这个假牌号牌真的是很坑人 那么对于这样的 如果说下一步 我们调查属实 它这个假牌是它从不同的途径弄过来的 那么像这样的行为的话 我们交警部门会进行怎样的处理 我们要核查它这些牌照的来源 如果确实是通过一些网络购买啊 或者其他的一些非法手段 获得这些牌照的话 我们下部会将这个线索移交给 公安分局 由我们属敌派出所来对它这个违法行为进行一个处罚 也就是说呢 除了我们交警部门核查的它是假牌套牌 那另外呢 它的这个车辆的来源是否像它说的一样的统一是收购过来的 还有待我们的警方进一步调查 那么现在呢电视直播我们就到这里 我们网络直播继续啊 主持人 好的 谢谢哈姐给我们介绍的情况 接下来呢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九江 位于九江市巴里湖新区的昌群湖并广场项目 因为开发企业经营不善 资金链断裂项目停滞 造成了一系列的遗留问题 导致在这里购买了房子的业主是七年来 一直不能办理不动产权证 开发商因此跑路 我们都市现场呢 在三年前 也就是2019年的12月20日进行过关注 后来这件事情在九江相关部门的积极推动下 现在第一批30多名业主终于拿到了盘了多年的大红本 不动产权登记证 4月28号下午 在九江市巴里湖新区昌群湖并广场产权证发放活动现场 30多名业主们终于拿到了期盼已久的红本本 据了解 2013年昌群湖并广场项目开发 因原开发公司经营不善 资金链断裂 项目停滞 2022年1月才通过竣工验收 导致355户业主 七年来一直未能办理不动产权证 严重影响群众的合法权益 最开始是想自己做点事嘛 然后像我们自己要一直交着贷款 然后这个房子我们又拿不到 是我们也做不了 就这么一直拖下来了嘛 今年4月24号 九江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也接到了群众反映的这个问题 为解决这一老大难问题 中心立即成立专班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开发商没有办理首次登记 业主也没办法缴纳细税 我们联合多个部门多次会商 最终按照政策 依法依规 在两天内办理了首次登记 在完成首次登记之后 九江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工作人员 积极帮助业主整理办理缴税 和不动产登记的流程和申请材料 并为第一批已经具备办证条件的 33户业主办理登记 接下来其他已购房业主 可根据自己的时间 安排在九江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窗口 办理不动产权证 下一步我们将对符合登记条件的业主 做好不动产登记服务 做到应登进登 在2023江西二套春季瑞士名标展上 不少消费者们都买到了称心如意的手表 今天记者在现场就碰到了一位熊先生 他说要为庆祝自己退休 买一个像样的纪念品 熊先生说 他是一名出租车司机 干这一行快30年了 再过几个月 他就要光荣退休了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 小孩子都省家了 我们也想开点 随着一把买好一点的手表 熊先生说 年轻的时候他也买过表 那块表花取他两个月的收入 买过上海牌的 那买贵的买好的表 120多块钱 那是多少年轻的时候 那是1987年的时候 我那个手表戴了差不多有七八年 第一块手表坏了之后 熊先生就一直没有再买 今天他看上了一块瑞士浪尺表 总共花了5000多 付完款之后 他觉得特别实惠 还要给妻子带一块 年轻年轻的时候 跟我在一起也吃了很多苦的 现在让他也高兴一下 小秀一下 都市频道记得报道 在老年人健康恢复的关键时刻 咳声低弱 七转七喘 需要补肺丸 补强肺功能 带他回家吧 做全家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关注老年人 守住肺部健康防线 科学研究发现 0到4摄氏度低温条件下的冷鲜肉 微生物被有效抑制 肉质鲜嫩 香味十足 太好吃了 为了家人健康 我推荐大家 使用双绘冷鲜肉 南昌大雨转小雨 23到28度 九江中雨转小雨 20到28度 宜春中雨转小雨 22到29度 平湘小雨 22到29度 新雨雷震雨转中雨 23到27度 福州大雨转小雨 福州大雨转雷震雨 23到29度 阴潭中雨转小雨 23到29度 赫州 赫州多云转雷震雨 25到30度 南昌大雨转小雨 23到28度 南昌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洪谷滩院区已全面开诊 院区坐落于洪谷北大道 688号 地铁直达 新院区拥有与东湖院区 相同的专家力量 更优美舒适的环境 更完善的医疗设备 为您提供一流的口腔健康服务 新途越 越行出众 Volkswagen 2023江西二套 新青年安居计划 千万补贴 即刻到位 创意装饰 入干13周年庆 八大优惠限时强 每户工程款 只降4万元 新青年安居计划 让装修省钱 更省心 经常头晕头痛 要清血 经常胸闷气短 要清血 用清血八卫片 血液粘稠 堵塞血管 导致心脑缺血 引发头晕头痛 胸闷气短 容易堵了心和脑 清血八卫片 270余年清血骨方 作为一种治疗高血粘 导致心脑缺血 引发头晕头痛 胸闷气短的药物 荣获国家专利 清血八卫片 祝您 血液签 血管通 心脑好 头晕头痛 要清血 胸闷气短 要清血 清血八卫片 认准猛棋牌 稍后播出 六年前在南昌克莱地 买钻戒 原先说好的升值回购 现在却无法办理 是店员误导消费者 还是另有原因 都市消费调查 记者追问真相 消费者胡女士 六年前在南昌一家珠宝店 买了一枚伊克拉的钻戒 当时的导购告诉胡女士 这枚钻戒有升值空间 如果哪天不喜欢了 可以在第六年 带着这枚戒指来到门店 进行回购 最近 胡女士在逛街的时候 想起了这回事 于是就带着戒指到了门店 但是到了那儿 店员却说 回购期限已经过了 没有办法再办理了 莫非 这其中是胡女士 搞错了 据胡女士说 她记得那是2017年5月20号 她两口子在南昌市中山路逛街 这一天是两人的结婚纪念日 就打算买一枚钻戒 先到了克莱迪看了 然后我们就到了 圣律路的那个中国皇亲 也去看一下 因为它同等系列 同等橙色 跟克拉的话 就他们都是一样的 证书都是一样的情况下 她那边只要三万九千多块钱 胡女士说 当她准备在其他门店付款时 南昌中山路克莱迪珠宝店的店员 跑过去拦住了她 工作人员是跟我说 他们这里有一个 可以增值换购的一个活动 然后当时我跟我老公过来的时候 就跟他们买了 买了之后呢 我们就当时签订了一个协议 包括当时的销售也跟我说 到一个期间 可以来办理那个增值换购 就是你换款也可以 或者是退现金也可以 然后能增值百分之十 我是想如果我过了几年 我带的不喜欢了 我还能升值 还能去换购 对不对 所以我当时才选择在克莱迪买的 这是克莱迪珠宝店与胡女士签订的 钻石首饰五年增值回购协议 其中第二条提到 申请回购的时间 必须在自购买之日起1826天 及第六年至第2008天 及第六年06个月满 胡女士告诉记者 当时克莱迪的工作人员 为了让他更清楚换购的时间期限 还特意在协议上 手写了换购的旗旨时期 记者注意到 协议上有一个画圈的日期 是2022年5月20日到2023年11月20日 换购日期特意帮我写在了协议上面 我看的日期的话 看的是到2023年的11月20日 然后我就特意赶在这个日期之前 想说来到这个店里来换购一下 然后那天我去了克莱迪 去找他们销售人员换购的时候 他就告诉我 我知道协议的日期已经过了 克莱迪的工作人员解释说 这份协议是五年增值回购协议 标注的天数为第1826天 至第2008天 换算过来也就是五年到五年半之间 而胡女士认为 阔湖里写着第六年 至第六年六个月的时间节点 误导了他 按照我们正常人来理解来说 肯定就是加六年再加六个月 对不对 当时我是在17年的5月20号 那加六年肯定是2023年 再延期六个月的话 就是2023年的11月20号 把我跟他当时的销售 对我说的也是吻合的 可是现在店家 他们现在里的店员告诉我 实际上是第六年 当我买戒子的那一年 也属于第一年 第六年的话也就是说 在2022年的10月20号就到期了 胡女士告诉记者 六年前签单时 店里很多工作人员都在场 而如今这些店员基本都离职了 我觉得应该店家给我个说法 是吧 是你的 你自己店里的导购 误导了我 才到我今天 我延时来办这事情 还有其他的都属于 要导购的个人行为 我觉得店员是可以代表你店里的 对不对 店员的失误 店员对你合同的误解 我觉得应该是你们店链 店面里没有对你们的那个店员 足够的培训 对不对 这是你们店里的失误 不可能让所有的责任 让我们消费者来承担 2017年 胡女士买这枚钻戒 花了41999元 按照这个增值回购协议 胡女士在期限内 到克莱蒂珠宝店进行回购的话 这枚钻戒的价值 在购买价格的基础上 要升值百分之十 也就是说呢 回购成功 胡女士能够拿到 四万六千块钱左右 如今 这一纸协议成了一纸空文 那么店家又会如何回应呢 当初接待胡女士的那些店员 又会有怎样的说法呢 咱们接着往下看 四月二十二号下午 记者陪同胡女士 找到位于南昌市中山路的克莱蒂珠宝店 对于消费者提出的重新协商回购一事 店长彭经理明确拒绝 胡女士表示 她和此前接待过 她的店员吕先生联系过 微信聊天显示 吕先生表示 协议上的手写时间 可能是当时接待的主管经理 还是店长 太晚了着急写错了 把二二年写成了二三年 随后记者拨打了 这位吕先生的微信电话 就是这个钻戒 当时是在你手上买的对吧 对 手写的 那个时间是谁写的 我就记得 我把你从中国号经带过来 然后反正就经理啊 主管啊店长 就都在那里在旁边听 那这个字 是不是店里的员工写的呢 肯定不会是顾客写 但是你就算我去跟他们说 他们也不会听我的 他们肯定不会说 现在了过期了 还给你增值去退 因为现在南昌店里面 现在他们那个经理 估计都不认识 为了充分证明 协议上的手写日期 是店员书写 消费者胡女士 又拨打了另一位 店员的电话 进行佐证 当时这个五年增值协议 就是说一定会 给他画出来 然后还要讲解 写在边上 会会会 那就是克莱迪 以前都会写了 对都会写 反正这就是要跟客户 解释得非常清楚 要圈出来 我也记得好多人 对对对 然后是这样子的 最起码有店长 最起码 首先第一个员工 然后还有主管 对 这个是一定会有的 那不是你们这么大事 对啊 那跟你没有关系 你不可能让客户 来承担这个事情 尽管胡女士 找到了两位 能为她作证的 克莱迪珠宝店前员工 但是克莱迪方面 仍旧拒绝 为消费者 按照升值10%回购 我们之前也跟公司 反馈过这个问题 确实 因为我们确实说 全国连锁店的话 不是说 故意不给顾客办理 或者有这个存在 他在这个范围之内 我们肯定是二话不说的 按照白字黑字来的 那现在就是 他要去处理这个钻件 你们是要怎么来处理 我们这个后期的话 也是可以 比如说清洗保养啊 换款啊 也都是可以按照 这种原始价格的 我是说你的原价 购买的金额 对此记者也咨询了律师 根据民法典第161条规定 民事主体可以通过代理人 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而在这件事中 店员在销售过程中 额外对消费者 在回购时间 做出了承诺 店员是代表 店家的职务行为 所以商家 应当按照这个店员 给消费者的承诺 来履行 都市频道记者报道 江西电视台都市频道 温馨提示 头晕 头痛 胸闷 心慌 要警惕 粘稠的血液 正在堵塞您的血管 请及时清洗 血液清 血管通 心脑才好 经常头晕 头痛 要清洗 经常胸闷气短 要清洗 用清洗八卫片 血液粘稠 堵塞血管 导致心脑缺血 引发头晕 头痛 胸闷气短 容易堵了心和脑 清洗八卫片 二百七十余年清洗骨方 作为一种治疗高血粘 导致心脑缺血 引发头晕 头痛 胸闷气短的药物 荣获国家专利 清洗八卫片 祝您血液清 血管通 心脑好 头晕头痛 要清洗 胸闷气短 要清洗 清洗八卫片 认准猛棋牌 五月九号 五月九号 由江西二套 联合上海中表 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和瑞士手表有限公司 联合举办的 江西二套 春季瑞士名表展 五月九号 清仓活动结束 不再延期 奥米加 天梭 浪琴 梅花 英纳格 浪池 西马 三度式 罗马 美度 到多个瑞士原装 进口品牌名表 通通2.5折起售 瑞士原装进口机械表 清仓特价 两千九百八十元 大师系列男士万表 清仓一口价 四千九百八十元 对我们老年人来玩呀 还是戴块表好 可要戴表 还是要买块瑞士手表好 这样好 一辈子 对面用 关键呢 还能够老来求 放心买瑞士明表 就到江西二套 瑞士明表展 江西都市频道 温馨提示 久坐久站 容易引发腰椎肩盘突出 腰疼 腿疼 坐骨神经痛 椎管狭窄 腰椎骨质增生 呵护腰肩盘健康 舒筋建腰很重要 人老戏不老 全靠腰腿好 舒筋建腰丸 配方砖 药材好 传承陈礼记四百年 治药精髓 专药专治 腰椎肩盘突出 引发的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强筋骨 趋疼痛 舒筋建腰丸 对 广州白云山 陈礼记 国粹中药 降薪传承 四百多年了 挑心不改 幸福绽放 润田醉 幸福将其行 万人见不走 趁热来袭 我们用活力 点亮健康跑道 我们将温暖的力量 在城市之间传递 幸福将其 奋斗有你 从红色故土 到千年古城 从山河秀美 到人文抵御 一路向前 让幸福不断传递 润田脆 幸福将其行 万人见不走 健康始于脚下 奋斗重新出发 青春就是绽放活力 点燃梦想 真心好活力 就喝润田醉 润田醉 中国花样华兵协会 官方饮用水 稍后播出 系列报道 聚焦放管服改革 放光帕曼甲雍仔 今天关注九江共青城市 金融活水 加优化服务 助力企业加速跑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现场 我是郭凯 来关注今天的聚焦放管服改革 曝光帕曼甲雍伞系列报道 九江共青城市 自三月中旬 启动 近万家门 仿千起优 解百姓男 作风建设大提升 禁圆区型活动以来 全市各帮扶单位 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 纷纷禁圆区走企业 莫排企业诉求 了解企业发展 对各类阻碍企业发展的问题 打出了金融活水 加全程帮扶的组合拳 那么这套组合拳 怎么打的 效果怎么样 我们去看看 在走访活动中 共青城恒昌质疑 有限公司法人提出 希望申请低息贷款 和一笔大额度流动资金 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帮扶单位 九江共青城市纪委监委 立即将问题梳理 反馈到了责任单位 共青城市金融国资局 结合企业的实际情况 以及我们政府推进的 这个挥荣带 这个融资产品 然后就配备了 这个融资产品之后 我们就让中国银行 上门跟它做对接 星期三 中国银行给我们反馈 就是说已经跟他们 批了三百万 公司法人陈美琴告诉记者 如果没有这些流动资金 他们将流失一位 俄罗斯客户下定的 三万件棉服加工订单 除此之外 相关部门还帮这家企业 在建行申请到了 79.7万的低利率信用贷款 以及政府的创业贴息贷款 一笔笔帮扶资金 流入企业专款账号 成为润泽企业发展的金融活水 效率很高 对我们企业 也是很大力的帮助 共青城市作风建设 大提升禁员区行动 摸牌到201个问题 其中25家企业提出融资难 贷款利率高 无抵押贷款等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 是金融国资局一一分析 探索汇融贷 产业链贷 贴息贷款等金融产品 为企业探索出更多元 更便捷 更高效的融资方式 帮助企业不断发展壮大 在抓好重大产业项目建设方面 共青城市也着力优化服务 严练补练 总投资53.6亿元的 中汇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从去年9月份落户共青城 到今年3月正式投产 只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 当地相关职能部门倒排攻击 提前介入证照办理 消防验收等环节 统筹供电通讯等保障单位 压查作业 都是为了帮助企业赶上 3至8月份的空调销售旺季 我们做了 做好了早上开早会 晚上开总结会 对一天的进展进行了梳理总结 保质保量完成交付任务 施工过程中呢 面对协调难度大的情况 我们做到一日三调度 日清日节 事不过夜 确保物资及时进场 施工有序开展 建设如期完成 按照流程最简 审批最快 时间最短 服务最优的赐罪目标 对住建 政务服务事项 进行了优化整合 实行并联验收等 让精简率达到最大化 辩企业上门 为服务上门 辩行政管理 为优质服务 辩事后监督 为事前帮助 共青城市 不断推进管理和服务创新 为服务企业发展 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目前共青城市 已形成智能制造产业园 纺织服装产业园 电子信息产业园 数字经济产业园 等十余家产业园 依托产业集聚 一季度共青城市 新签约工业项目20个 总投资117亿元 我是45名市领导 75家单位 275名干部 深入企业的一线 按照六个一的工作机制 点点点的光伏 勾勁起来 企业按铃干部上门 企业吹哨 部门包刀的服务机制 确保企业的诉求 渐渐有会议 事事能落地 都市频道记者 九江共青城报道 接下来快速扫描 国内省内的民生大事 进入今天的资讯快报 记者从国网江西电力 有限公司了解到 今年五一期间 江西电网运行平稳 全省调度口径 最高用电负荷 2298.3万千瓦 同比增长11.25% 五一当天 最高用电负荷 1781万千瓦 同比增长2.1% 值得一提的是 全省新能源发电 同比大幅增加 其中光伏最大发电电力 达862万千瓦 同比增长47.3% 创历史新高 五一假期期间 全省市场监管部门 出动5408人次 对3318家次相关主体 开展价格检查 对15起旅游领域 不按规定明码标价 价格欺诈等 价格违法案件 立案查处 并公布了三起典型案例 形成有效震慑 经文化和旅游部 数据中心测算 今年五一假期 全国国内旅游出游合计 2.74亿人次 同比增长70.83% 按可比口径 恢复至2019年同期的 119.09% 数据显示 五一假期以来 深圳各大口岸迎来客流高潮 出入境客流超过 247万人次 其中4月30号 出入境客流达 63.4万人次 刷新全面恢复通关以来的 新记录 国家电影局今天发布数据 我国电影五一档票房达15.19亿元 影片人生路不熟 长空之王 这么多年 位列票房榜前三名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 今天上午10点15分 在四川宜宾市新闻县发生4.9级地震 震源深度10千米 都市频道记者编辑报道 今天上午由中共上饶市委 市鄱阳县委 鄱阳县人民政府发起 不比彩礼 比幸福 集中倡议承诺仪式 在当地的白天鹅广场举行 仪式现场还为八对准心人 举办了一场特殊的集体婚礼 当新阳切过这束花的时候 也就意味着 他们愿意 和面前的这位先生 一起去开启人生的下一个阶段 迎着新时代的风 我们真情守望 为爱加分 为你建负 让我们成为新时代的践行者 弘扬文明清风 今天我们以爱的灵意宣告 我们结婚了 现场的八对新人 在大家的见证下 开启了新的征程 新郎黄先生说 恋爱之初 他和爱人胡女士就约定 只要爱情不要彩礼 在和双方父母沟通之后 家长们也都非常支持 所以我觉得 只要有一个 他的心意表达给我就够了 包括他对我的爱 这些并不是能靠彩礼来衡量的 就像很多家庭 我给你砸锅卖铁 我给你拿了几十万 那又怎么样呢 然后婚后两个人一起去还债 或者是说 我给了你几十万 但是我并不爱你 我只是把你娶回来了而已 所以说这样的生活 并不是我想要的 虽然说我们两个没有彩礼 但是我觉得我们很幸福 因为在这三年里呢 我感受到了他的真诚 然后所以让我愿意 以这样的形式去嫁给他 真的我很 真的很激动 很欣慰 所以说以后我会好好对他的 以后你就负责貌美如花 我挣钱养家 今年二十四岁的江先生说 自己大学毕业不久 手上没有多少积蓄 他更不想因为娶妻成家 还要父母再掏一笔彩礼钱 当我遇到了我丈母娘 老丈人之后 我真的很开心很激动 因为我这个顾虑完全多余了 因为我的老丈人 丈母娘特别的开明 在这个彩礼上面 是达成了一致的想法 所以我们两个年轻人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 刚好符合我们 现在国家的倡导的政策 一风一俗 所以我觉得我们很荣幸 能有资格来参加这场集体婚 虽然我没有要我老公他们的彩礼 但是我相信我老公 他以后就是会为了我们的生活 努力拼搏 我们俩可以一起去共同创造 一起打拼我们自己的未来 主要是想号召我们的青年 特别是一些准心人们 在这个弘扬这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一起要幸福 不要彩礼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特别是我们这些新人 谈恋爱结婚的新人们 更需要靠自己的努力 去奋斗 去赢得美好的未来 都市频道记得八道 芳菲五月春暖花开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 一场特别而浪漫的戒毒民警集体婚礼 在省永桥戒毒所举行 一起来看看 上午十点二十八分 婚礼仪式正式开始 六对新人在领导同事的见证下 携手步入婚姻殿堂 现在我们要有请我们的戒毒民警们掏出那枚求婚的戒指 他们将轻轻地戴在新娘的左手无名纸上 代表着是一生的承诺 更是一生的爱意 而新娘将以拥抱来回清自己的丈夫 也让我们用掌声送给这幸福的新人们 鼻挺的锦礼服 圣洁的婚纱交相辉映 他们共同许下不负祖国不负清的幸福誓言 几对新人 在之前的疫情防控当中 有的一年只能见上几面 每次见面也都是匆匆一两天 就必须回到岗位 今天永桥戒毒所特地为他们补办婚礼 王力和胡君是双井的结合 虽然在一单位 可因为一个在教管区 一个在办公区 一墙之格 也让陪伴成为了他们爱情里的奢侈品 你觉得你收到的最有意义的礼物是什么 我和胡君从谈恋爱以来一直到现在 他每个月都会给我送花 这是他一直坚持在做的事情 去年南昌疫情爆发 他正在院内封闭之情 那个时候我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肯定是收不到花了 因为全所封闭 快递和外卖都进不来 所以想收到花是根本不可能的 但是在那个月的最后一天 我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 给大家看一下吧 这场婚礼虽然因疫情迟到了三年 但新人们依然觉得 左手牵你 右手敬礼的婚礼 让他们觉得这样不得已的等待 很值得 相信在场每一位新人 他们的感情都经历了波折与考验 我们聚少离多 有过犹豫与彷徨 有过失落与不安 但现在我们能够站在这里 说明疫情这场风暴 卷走了我们感情中的杂志 留下了理解与包容 体谅与支持 同时我们还学会了感恩 感谢对方的默默付出 感谢疫情 让我们相互珍惜 今天上午 都市二直播和207万网友 在线关注了 亲情一生圆满永桥的 戒毒民警集体婚礼 共同见证了 景福营嫁衣的最美爱情 稍后播出 五一假期收官 江西旅游市场全面升温 商贸消费强劲复苏 餐饮 文化旅游 如何进行深度融合 助力省会南昌成为 新近网红城市 记者深度盘点 五一假期后 机票价格大幅跳水 长线旅游的订单预定火爆 错峰出游是否正当其实 稍后记者带来 观察与思考 对于种植牙 很多中老年人有两点担心 第一 担心种的牙 不好用 用不久 第二 担心种牙费用太高 本月江西广播电视台 都市频道 影视旅游频道 公共农业频道 写手得压口腔 全省是否成长 缺水牙人 针对目前种植牙费用高问题 活动开展专项减免 电话报名成功 挂号费 CT检查费 方案设计费 专家汇诊费 一律取消 同时 德国种植牙 种一颗送一颗 再送终身至宝 让您种得安心 种得放心 目前活动 报名非常火爆 报名日线 0791-8812-8777 活动指定口腔单位 南昌德亚口腔 种植牙认证德亚 江西省医学科学院 附属国大耳鼻咽喉医院 三级掩耳鼻喉专科医院 电话0791-866-5个3 这条路是在孤立无援 围追堵截中走出的胜利之路 这条路是在披荆斩棘 至风陆雨中走出的剑贫之路 这条路是从中国大地和亿万百姓中 走出的光荣之路 肩负十日再启成 必将再创辉煌 以信仰为灯 砥砺前行 共同走好新时代的赶考路 欢迎回来这里是都市现场 我是郭凯 五一加期结束了 大家都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学习当中 总结一下 今年五一南昌作为新晋的网红打卡城市 可以说是非常忙 也配得上网红打卡城市的称号 从进出的游客就能看出 这个五一南昌有多火 今天上午 记者从江西机场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 今年五一假期 南昌机场共完成航班起降 1421架次 完成旅客吞吐量 共几十七万人次 其中出港旅客与到港旅客人数 基本持平 整个期间的这个一个高峰呢 我们出现在了这个五一小长假的前一天 也就是4月28号 那么当天这个旅客吞吐量是这个3.8万人次 那么客座率呢 也是也是出现了接近90% 那么是创了这个历史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历史新高 小长假期间 南昌机场出港客流 主要集中在海口 成都 青岛 重庆 昆明 西安等城市 从昨天开始 机场迎来了返程客流高峰 预计今天返程客流仍将持续在高位 今天一天 南昌机场计划起降航班287架次 预计旅客吞吐量在3.7万人次 我们直击柜台由常开的12个柜台增加到了23个 另外我们还增加了工作人员来应对 五一期间的特殊旅客和需要帮助的旅客进行引导 记者从南昌火车站了解到 4月27号到5月3号 车站累计发送旅客136.1万人次 日均发送旅客19.44万人次 同比2019年增长了29.9% 为应对大客流情况 车站通过动车重连运行 加开夜间高铁等方式增加运输能力 同时加强与公交地铁旅游部门的对接 加密车站与公交车的开行接驳频次 方便旅客出行 都市频道记者报道 这个五一假期 南昌地铁的客运量也创下了历史新高 今天下午 记者从南昌轨道交通集团了解到 4月29号至5月3号 南昌地铁客流量总数达833.1万人次 日均客流量达166.62万人次 比去年同期上升约651% 单日客流量除5月3号以外 均进入南昌地铁单日客流量历史前五位 4月30号这天 全网总客运量达190.1万人次 刷新了南昌地铁历史客流量的最高记录 10月30号 县网累计开行列次1518列次 加开列车39列次 其中1号线单日客流量为80.52万人次 4号线为29.22万人次 也相继刷新单线历史客流最高记录 当天最大客流站为8月馆站 客流量达到33.031万人次 据了解五一期间南昌地铁县网累计开行列车7459列次 其中加开列车196列次 针对客流激增的情况 南昌地铁及时采取了延长运营时间 实时监测客流 加强客流引导等措施 保障乘客出行 同时加强与地铁公安的联动配合 保障了现场客流组织的安全有序 在万州公 八一广场 八一馆 休止广场等 主要商圈景点车站 通过增加进驻站 杂金 人员引导等方式 确保了高峰期客流组织平稳有序 都市频道记得报道 过去的五一假期转眼即是 全省商贸消费强劲复苏 商家的战绩如何呢 我们一起去听一听他们怎么说 我现在要赶紧把这个场地收拾出来 那五一游客非常的多 我们想让大家不仅能吃到粽子 还能体验到我们包粽子的这种手艺 这种老传统的东西 正在忙碌的年轻人叫杨文康 他是南昌一个粽子品牌的第五代传承人 组被卖粽子超过四十年 今年五一 南昌粽子飞移传承馆 亮相南昌万寿宫 收获了满满的人气 杨文康特意用手机 记录了当时的情况 人流量太多了 天天爆满 而且都是全国各地的游客 这让我们非常欣慰 外地游客最喜欢的就是蛋黄肉粽 梅菜肉粽 最火的时候 我们一天可以卖几万个粽子 杨文康介绍 开这个店的目的不仅是卖粽子 还是想让大家体验南昌的粽子文化 游客的反应来说 就是第一个感觉就是粽子是怎么做出来的 能让他们体验到这个东西 尤其是小一辈的后一代的人 最想传达就是把这个传统文化给传承下去 像蛋黄 梅菜 很多我们包括辣肉 我们这些江西人包括有辣口味的 很多是江西特色的粽子 佳琪里 在南昌万寿工历史文化街区 越来越多的商家像杨文康一样 除了在味道上下功夫 还让食客的体验更加丰富多元 他们脸上虽然略显疲惫 开心却也是发自肺腑 五一这边非常火爆 像来我们店的话 每天有将近三百桌 平时比的话 接近就是达到了将近两倍的 有那个表演的环节 店的一个装修的风格 也都很适合就是外地人过来打卡 就是外地人肯定占到就是九成吧 每天额度大概有就是有七万多以上 听到这个数字非常棒吧 比往常会那个营业额会上涨百分之四十到五十 基本上一天都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作为商家来说肯定是非常开心嘛 人间烟火器最腐烦人心 接地气的美食引来省内外游客纷纷打卡 干菜滋味火辣出圈 五一假期里 我省还精心策划举办了数百场餐饮促消费活动 并且借助特色商业街区 商贸综合体及知名旅游景区的各地持续开启夜间促销狂欢模式 餐饮消费呢 它的核心的顾客呢 是家庭顾客 这个家庭顾客的消费呢 才真正的体现了这个民间的消费实力 它是中产阶级真正成长 人们的这种购买力 得到持续提升的一个最好的体现 另外 假期里全省各地通过发放政府消费券 购车想补贴等形式 举办车展新车发布等汽车促销活动40多场 各地开展丰富多样的体验式互动式促销费活动 掀起消费热潮 南昌武商墓开业首日销售额超1700万元 五天销售额超过6000万元 南昌市东湖区举办胜利归来第三季活动 通过嗨购吃玩潮乐享七大主题 把旅游景点休闲娱乐和美食场所串联成猪 政府搭台企业唱戏 各地通过举办商旅闻融合活动 一加一大于二的融合促消费效应持续释放 让投资者经营者信心满满 不过也有专家注意到 由于消费景喷游客激增 也暴露出一些热门街区景区的短板 第一次爆发出来的基础设施依然不足 人员配备依然不够 管理质量依然需要提升的问题 我觉得在未来的新的国庆黄金档当中 都会得到相应的改善 都市频道记得报道 五一假期期间 江西省文旅市场供需两望 客流呈现井喷态势 作为旅游大省 我省江西传统景区优势依旧 而文旅融合产品爆火 特种兵等新的趋势 也值得所有文旅人来关注 五一长假 腾王阁景区借助VR等高科技 打造智能背叙亭 虚拟人王博担任游客的背书考官 陶阳里玉瑶景区开展陶瓷研学课 使游客深入探索玉瑶场与瓷器之美 省图书馆策划劳动节系列活动 读书沙龙 线上竞赛等多种类型的活动 在专家看来 博物馆 传统历史文化街区 文化商业街区 纷纷成为炙手可热的打卡点 和远距离旅行者的旅游目的地 是这次假期江西旅游呈现出的新态势 这种是真正的生活与旅游相结合 文化与旅游相结合的一种新形态 曹国新认为 今年五一长假期间的全省 乃至全国的文旅融合产品很受欢迎 对于以传统景区资源为主的江西而言 也面临一次转型的机遇和挑战 就从传统景区增加它的烟火器 增加它的生活态 而传统的一般的城市当中的广场 商业中心也要加入观光休闲的因素 使得日常生活和旅游生活 日渐的趋近 都成为这种高质量的文旅消费的场所 特种兵旅游是今年五一假期期间 国省文旅市场出现了一个新现象 作为新的细分市场 特种兵旅游往往由大学生等年轻群体 自发组团成型 以穷游为主 消费力有限 但由于这种旅行方式 可以在社交媒体带来话题和流量 具备一定的社交属性 长期来看 还可能有新的想象空间 它的真正的消费市场 是未来这些人成长到中年 之后有了消费能力以后 再一次消费 才会出现的一种 这种比较高消费的 这就是旅游业比较发达的地方 的那种穷游家怀旧的这种模式 在曹国新看来 对于像南昌这样的特种兵旅游 钟爱的新近网红旅游目的地 更需要每一位市民做好服务 每一个执法部门 做好常态化监管 这个未来呢 将人们的社区当作旅游目的地的 这种情况将会越来越多 除了要树立做文明旅游者的 这样的态度呢 也应该树立起做文明旅游地的 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作用 使得啊这个我们国家的这种旅游文明呢 成为一个双向奔赴的 推动精神文明建设的 有力的这样的一个推手 都市频道记得报道 入训以来 省城南昌出现了持续强降雨 南昌东湖区今天上午 特地举行了一场防训演练 以应对可能发生的险情 关注的重点就是当地的北红大帝 演练模拟南昌市东湖区北江路防训堤 也就是龙兴大桥附近的北红大帝 有慢堤风险 指挥部抽调水利地质等专家 进行现场处置 做好巡查巡防及防训物资调集工作 演练还模拟有人不慎掉入干江 指挥部立即派出强险组前往营救 据了解 入训以来 洋农管理处四大队北红大帝 已出现多处险情 东湖区目前已经启动防训三级应急响应 组织应急救援力量 开展防训应急处置 读视频道记者报道 记者从省公安厅了解到 五一假期 全省公安机关 共接报刑事治安警情 同比下降12.07% 没有发生有影响的暗事件和道路交通事故 五一期间 全省共启用153个交警执法站 设置768处临时检查点 重点管控105个高速公路收费站 全省举办的81场次大型活动 均安全有序进行 旅游景区秩序井然 接下来我们上次休息一会儿 回来之后精彩资讯继续 经常头晕头痛 要清血 经常胸闷气短 要清血 用清血八胃片 血液粘稠 堵塞血管 导致心脑缺血 引发头晕头痛 胸闷气短 容易堵了心和脑 清血八胃片 270余年清血骨方 作为一种治疗高血粘 导致心脑缺血 引发头晕头痛 胸闷气短的药物 荣获国家专利 清血八胃片 助您血液签 血管通 心脑好 头晕头痛 要清血 胸闷气短 要清血 清血八胃片 认准猛棋牌 5月9号 5月9号 由江西二套 联合上海中表 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和瑞士手表 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 江西二套 春季瑞士名表展 5月9号 清仓活动结束 不再延期 Omega 天梭 浪秦 梅花 英纳格 浪池 西马 三度式 罗马 美度 等多个瑞士原装 进口品牌名表 通通2.5折起售 瑞士原装进口机械表 清仓特价 2980元 大师系列男士万表 清仓一口价 4980元 对于我们老年人来玩 还是戴块表好 可要戴表 还是要买块瑞士手表好 这个好 一辈子 对面用 关键呢 还能够老买球 放心买瑞士名表 就到江西二套 瑞士名表展 树枝 告知您低碳生活的能见度 少用一个塑料袋 可减少低碳排放 0.1克 每天骑车上下班 可减少碳排放 3200克 冬夏季空调温度 设置在合理区间 可节电7% 一公顷草坪 能释放650公斤氧气 还能吸收900公斤 二氧化碳 在生长旺季 一公顷树林 能释放732公斤氧气 且能吸收一吨二氧化碳 国家号召 士林公民 每人每年义务植树 三到五颗 今年你种树了吗 只要人人出把力 低碳好处看得见 人老戏不老 全靠腰腿好 好 输筋建腰丸 配方砖 药材好 传承陈礼记四百年 制药精髓 砖药专制 腰椎筋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强筋骨 趋疼痛 输筋建腰丸 对啊 广州白云山 陈礼记 国粹中药 将心传承 四百多年了 每日营养 一瓶搞定 都市现场 由君阳六种坚果 挂名播出 征服家人的胃 我用好厨艺 守护家人的肠胃 我用胃动力 君阳胃动力 给你的肠胃 做做操 畅销五十一瓶 值得信赖 君阳胃动力 稍后播出 表彰优秀 纵独经典 青春快闪 江西各地举行 五四青年节主题活动 传承五四精神 永担青春使命 九五后 海归女硕士扎根农村 带领村民发展种植业 一年卖出农产品上千万元 特别策划江西新青年 今天带您认识 第26届江西青年 五四奖章获得者刘瑶 欢迎回来这里是 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现场 我是郭凯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 江西青年职业学院 组织百名师生 在南昌方志敏烈士纪念园 开展百人送读活动 引导当代大学生 以革命先辈为榜样 史智成才报国 三号下午 在南昌方志敏烈士纪念园内 百名大学生精神旁满 深情送读 可爱的中国 方志敏烈士是伟大的 无产阶级革命家 他身上的革命精神 和爱国情缓 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作为当代的大学生 我们应该铭记历史 努力学习 发扬方志敏精神 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参加此次活动 让我们更加珍惜 如今的幸福生活 作为当代青年的我们 应当高举五四火炬 肩负时代责任 为祖国的事业 贡献一份青春力量 我们选在方志敏烈士纪念园 开展本次百人送读活动 主要是为了引导 我校广大团圆青年 能够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 坚定永远跟党走的理想信念 全力践行 请党放心 强国有我的青春誓言 积极投身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江西篇章的火热实践 都市频道记者报道 今天下午 第二十六届江西青年五四奖章 正式发布 我们来看看 有哪些青年和青年集体上榜 为充分发挥青年典型模范带头作用 省团委江西青年 决定授予庄子云等十九名同志 第二十六届江西青年五四奖章 授予南昌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少年家世审判庭等七个集体 第二十六届江西青年五四奖章集体 同时根据有关文件精神 授予2022年世界技能大赛特别赛 家居制作项目金牌获得者 李德鑫同志 第二十六届江西青年五四奖章 五四奖章这个农域 对我们年轻人来说 是一个至高的农域 对于我一个即将毕业的学生来说 这既是一个无比巨大的农域 也是我面向 即将面向社会的一个 一个起点 它促使着我要牢记 搓力奋发 勇意前行 我希望能够传承好 我们的五四精神 做好我们青年学者的一个榜样 赵建军这个名字 相信大家并不陌生 他是南昌航空大学的一名研究生 也是今年第一季度江西好人 2018年9月 还在读大学的赵建军 父母遭遇车祸 父亲重伤 母亲瘫痪 21岁的他便独自扛起一个家 他从学校来到医院 三年如一日 无怨无悔地在病床前照料母亲 在母亲病情稳定后 他又从医院带着母亲回到学校 不离不弃 带母求学 用行动 全是当代青年 孝老爱亲的宝贵品德 我母亲经常在他自己受苦受难的时候 经常跟我说 他说建军啊 不要忘记一路以来帮助我的人 也不要忘你 也不要忘记你自己的理想 所以他经常教导我 不要一直在他自己的身边 要将爱传递给更多的人 要去帮助那些需要我们帮助的人 自读研以来 他的成绩始终保持在全年级前列 他跟随导师在人工智能领域不断钻研 积极参与国家大项目研发 以第一发明人申请国家发明专利一项 授权软件著作权四项 获得国家级荣誉两项 获得省部级荣誉两项 地市级荣誉一项 并荣获2022年度教育部第17届大学生年度人物 第7届南昌市道德模范等荣誉 在兼顾学业与母亲的同时 他还积极参与志愿服务 下一步即将毕业 我想能够投身到我们的一线的志愿服务当中去 首先结合自己所学所长 去能够为我们基层建设做一些贡献 其实我想结合自己的个人的一个 带母求学的亲生经历 去教导更多的青年人 去尊敬自己的父母 陪伴自己的父母 让他们意识到 子欲养儿亲上代才是最大的幸福的这一个观念 让他们从实笑了爱情这一中华传统美德 形成健全司机 从德向上的时代新风 都市频道记得报道 青少年是国家和民族的中流砥柱 良好的生活方式是必不可少的 毒品更是要远离 今天下午南昌市青云浦区近毒办 联合江西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等单位 来到南昌汽车积淀学校 开展毒品预防知识宣传讲座 不忘尸如 坚决与毒魔作斗争 阵害生命 拒绝毒品 传承五四精神 守护无毒青春 一场主题讲座 同学们了解了新型毒品的危害性和隐蔽性 以及毒品对个人家庭及社会的危害 现场学生们还戴上了威儿眼镜 身临其境地体验了一番 很逼真 因为场景是个KTV 有一个穿裙子一个女子 她向我递来一个棒棒糖 我觉得她是个毒品 然后我选择了拒绝 了解了蛮多知识 因为你选择拒绝了之后 她会告诉你 亲身告诉你选择之后的危害 然后也告诉了 就是说吸毒 在以后影响会影响自己 影响家人 影响同事 会留下一身的答案之类的 是一个人生的污点 以前就是觉得 毒品就冰毒那些比较传统的 我想到还有一些 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这些东西 活动中 社工们现场向学生们展示了 冰毒 马骨 摇头丸等传统毒品 还通过展盘展示了一些 被包装过的大麻巧克力 零号胶囊 聪明药等各种新兴毒品 向学生讲解毒品预防知识 让同学们掌握剧毒防毒的方法和技巧 向私生们宣传 禁毒方面的法律法规 以及防毒剧毒的基本知识 让全体私生充分认识到 毒品的严重危害 从而增强私生 抵御毒品侵害能力和自我繁范意识 都市频道记者报道 今天上午九点 由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都市频道 推出的五四青春快闪音乐会 即音乐直播综艺 青春音乐会的启动仪式 精彩亮相都市二直播的平台 那么这场音乐会里面 都有哪些好听的歌曲 青春音乐会又是一档怎样的节目呢 咱们一起回到快闪音乐会的现场去 看一看 时时刻刻 粉粉喵喵 我和你在一起 我和你在一起 时时刻刻 粉粉喵喵 我和你在一起 我和你在一起 在一起 本次快闪音乐会 共集结了全省近三十所高校的大学生共同参与 各个学校的快闪秀阶梯亮相 亮点频出 其中 第十二届南昌青年五四奖章的获奖代表 也来到了主会场 与主会场的同学们一起唱响青春之歌 我们都一样 一样的善良一样 一样会需要的人 打造一个天堂 歌声是翅膀 唱出了希望 不容的付出 只因爱的地雅 和你一样 本次直播除了快闪秀之外 还有一个惊喜的环节 就是咱们都市频道重磅推出的大型音乐直播综艺 青春音乐会也正式宣布启动了 记者现场了解到 目前青春音乐会海选阶段已全部结束 共吸引了近三十所高校 二十万学生参与 现在我们要再次的告诉大家 我们将会进行多场的校园PK赛 而且每场PK赛都会有几名同学 入围我们的竞技赛 所以这个机会还是很多的 没错 那么我要提醒大家 我们从五月六号开始 每周六每周天的下午 四点半钟 大家都可以在都市二直播当中 看到我们青春音乐会 我们会用不一样的歌声 来陪着您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 接下来的赛程中 七场校园PK赛将率先亮下 五月六号下午四点三十分 江西师范大学战队成为首个开唱的队伍 青春音乐会年轻不一帽 期待每一个热爱音乐的你 一起加入 让我们用音乐唱给你听 都市频道记者报道 电闪雷鸣少外出 带电器具不接触 隧道寒冻地下库 内涝水深无侥幸 沟渠河道大湖边 人车避开不涉险 低洼积水有危急 底层住库早撤离 防汛避险 人人有责 欢迎回来 我是郭凯 来关注一下观众和网友 给我们反映的一些 极难仇判的事 南昌的熊女士说 她带小孩到 湿瑶路的 象湖湿地公园游玩 根据指引牌走进景区 发现无障碍通道 被三个大石墩堵住了 小孩推车是无法通行的 不知道公园 为什么会这样 她希望能把这个方便 还给市民 就将都昌县禁谷书香院 小区的谭先生反映说 去年底呢 开发商就在楼下的 平台上的小广场上 堆放了很多的泥土 现在还砌了砖 铺了水泥 导致居民无法在此休闲活动 谭先生从事工人员那里了解到 这样做呢 是为了防止楼下的店铺漏水 为此居民向都昌县住建局 和执法大队反映了 但是没有处理 吉安太和县的刘女士反映说 他们家的自建房 在太和县妇幼保健院旁边 医院开始建房子 挖了地下室之后呢 刘女士发现 自家就开裂下沉了 施工方先后两次 找到了鉴定机构 都认为房屋的开裂是建房导致 医院表示可以维修加股 刘女士希望医院支付费用 由自己来维修 以上呢 就是今天的吉南筹判声音的内容 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的都市现场 如果您也有身边的一些烦心事呢 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 079188316800的电话 感谢您的收看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下回